资金雄后倒敢在今天来当冲货柜三雄吗 当然今天拉台指数上涨的 几乎都是在半导体在电子族群 在IC设计这个脉络 目前大盘50指数 台湾50指数的成分股 相对的比较大的联电 今天秒天息 有达低档反弹 南电PCB有题材 鸿海在今天进行除息 配发的是四块钱的股利 在今天填息已经达到50%了 电子重回主流了吗 请教分析师胡玉堂 玉堂早安 周华会投资票大早 玉堂电子指数的成交比重47% 台积电上来 鸿海在今天已经填息了五成 联电在今天顺势的填息 在今天多挡向明基财 不仅仅习入了苦带 价格的价差也赚进来了 怎么看到今天电子股的表现呢 没有错 我记得刚刚做好 大家也特别清楚 尤其今天出席表现亮眼的个股 在电子股身上 像鸿海联电 再加上今天的成交比重来看 还有昨天美股 最强势的就是费成半导体 所以电子接替成主流的味道越来越浓厚 尤其早还追踪到的货贵三雄 今天开低 虽然刚刚有一度的一个拉抬 不过从技术从码面 我们昨天的连线 还有昨天下午五点的前线快发都谈到了 这个稍微上 我会建议投资人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资金已经开始转向 所以我们一直谈到第三届重点 就是放在半导体电子 所以今天的联电 我觉得就告诉市场上一个很重要的信心 这个除息能够顺利的快速的填息 代表说市场上的买气很强 当然联电已经涨上了 已经涨了半根左右了 那除息下来谁最受惠 绝对是大股东 大股东最受惠 所以联电集团当中 这个持股比重最高的 第四大的股东 就是2363的系统 因为系统持有联电将近 会要这个30万张左右 所以你去看这个股息的一个 入账的效应之下 对于这个联电在整个第三季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获利的一个贡献 绝对会有显出的一个效果 再加上第二点 其实位阶真的不高 因为以系统来说 这一波很多的IT设计股 都已经冲出去了 但是你看2363的系统 其实目前的形态的一个架构 才刚处于这个所谓 我们讲的均线的一个翻扬 五日十日月线 才刚出现比较明显性的翻扬 所以联电能够顺利的填息之下 可以注意到旗下的这个联电集团的 除了这个刚刚谈到的2363的系统 另外整个连家军的部分 可以去留意到像是3094的连结 连结其实在今年的业绩 下半年的展望性也不错 其实你看连结其实在上周开始 已经跟随整个IC设计族群 向上去做一个反弹 那原则上我会认为 它的形态上还相对漂亮 但是位阶如果说以涨幅来看 并不算高 因为这一波很多IC设计股 涨势都很惊人 尤其这一波投信买超最积极的 几档个股 像是6104的创围 创围上周投信才刚开始转买 你看创围的股价 这一波大概从70块出头 一下子就飙到了 今天的高点124.5 已经快涨了一倍了 那电源管理IC这一块 是由系列KY股王的带动 拉出来的一个比价效益 像是8081的智新 投信是连8买 那我觉得以智新来说 今年有机会赚到1415块 所以本益比第一个 我觉得并不算高 这一块我觉得是可以 比较偏多去做正面期待 因为电源管理IC这一块 最近的买气开始转强 像是3438的类比科 类比科它是智新 在前年入股合作之后 其实整体的毛利率获利 开始转价 因为你去看到类比科 去年是缴1.88元的成绩 终结年4年的亏损 上半年的营收创历史高 今年全年有机会赚到 4到5块钱左右 所以说整个股价最近 也开始跟随整个 电源管理IC的族群 拉抬上来 另外我觉得目前 本益比还算在低档的 就是3257的宏贯电 因为宏贯电在 今年来看 也有机会赚到 4块5到5块 那在整个电源管理IC族群里面 它算是我觉得 位阶来讲 涨幅来说 比较落后一点的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IC设计股的部分 在第三季绝对会是 多方的主流 那第三季面板有没有机会 现在面板又再出现 往上拉了 这股价也太戏剧性了吧 昨天破底 外资大买 昨天没有动 在今天出现了大板坛 又有一笔资金进来加码 再进来低跌这面板族群吗 但是最近的面板 其实让人不敢放手的去加码 因为股价盘盘盘之后就破底了 今天的纸碟有没有机会续谈 那续谈这个价位可以进场吗 玉堂怎么看呢 好 当然如果以面板指标 群创有打彩金 或许这个外资的转买 我觉得要看后续 有没有所谓的持续性 因为在技术线形上 我在前几天的分析有谈到 比较偏于整理形态的一个 比较弱势的一个部分 因为可能市场上对于 面板的下半年的报价上 比较有所疑虑 但是因为它真的整理了 非常久的时间 前一波台股在涨它不涨 几乎在今年第二季 第一季底第二季建高之后 就开始往下做走地 所以我觉得以面板双虎来看 这个要看外资的一个后续动作 不过零组件的部分 我觉得是可以比较乐观 因为零组件来说 跟随整个面板机器的回升 其实它们的获利开始好转 举例来说 这一波最强势的名机材 偏光板的名机材 今天反而还可以顺势 攻到涨停 因为除了来自于 面板的一个获利之外 还有所谓的电池隔离模 还有最近一些大厂 尤其三星的部分 要推折叠手机 所以相关的偏光板的一个部分 既然名机材已经涨上去了 我倒觉得目前底型 已经有开始打出来的 像是4960的陈美财 我觉得应该也有机会 因为以陈美财来看 第一个我觉得真的 股价有点太委屈 它的净值有15块 只有现在的股价 这个只有11块多 股价比大概只有0.7倍 那以今年第一季来看 它已经是终结过去 连续的亏损 第一季已经有亏转赢 搅出了0.3纪元的成绩 所以全年赚到 这个1块多以上 绝对不成问题 因为第二季它的营收 甚至毛利率的一个部分 都是维持在一个高姿态 再加上还有很重要一点 刚刚谈到的 所谓折叠手机用的 相关的偶类的 一些片光板的一个部分 陈美财相关的产品 也有陆续打入到 像是陆系 甚至韩系的手机大厂 都有陆续的重量认真中 所以这一块来讲 我觉得伴随着 你说台股创历史高 类似像陈美财这种低价 又是低股进比的个股 或许在这个时间点进场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在回档的风险 应该是相对有限 再加上刚刚谈到 面板股的部分 也整理了一段时间 所以短线上吸引一些资金 回流到电子的话 面板当然也会是一个 市场上资金 比较想去抢板坛的一个标的 好 所以在今天 除了面板之外 一来低价 连电算不算低价 算不算低位阶 玉堂在9点23分 连电出现了几笔百张百张的买单 现在又有买单持续的拉抬 昨天这根被法人卖下来的 黑K一半已经占回来了 目前季限大概在 51.95块钱的价位 也占回来了 连电在今天不仅仅秒天席 玉堂这个位阶来卡位连电 您觉得胜率高吗 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点是适合的 虽然我觉得技术面的形态 看起来有点均线纠结 在这个相形整理的一个下缘处 但是就像我们过去 所聊到一个重点 有时候法人卖 卖不下去之后 这些所谓半导体的两档指标 我觉得连电台积电 我们一并看 因为在这个位置点 今天除息这样亮丽的表现 我刚刚有谈到 市场上的一个信心开始做恢复了 就是对于半导体 那再来我们看到 像是台积电也是一样的逻辑 法售会过后 有所谓一些失望性的卖压 但是其实当中谈到几个重点 下半年展望并不差 对于半导体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成长性 整个半导体产业 其实台积电是上修的 再加上还有很重要一点 iPhone要出货了 所以我觉得从苹果的股价创高之后 相关的供应链 台积电当然是首区一直 最重要的指标 当然周边的零组件 其实最近的一个买气 我觉得都已经开始转强了 举例来说 像是在近期 法人有调高这个目标价的 类似像是PA族群的部分 像是全新啊 宏杰科 目前的一个 盈云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应该都不错 再来你可以去留意到 一些关键的零组件 举例来说 像是比较具有独占性的 像是十英元件当中的 3042的经济 因为经济是目前全球为二 这个苹果iPhone13 十英元件的供应商之一 那它在上半年 调出来的获利数字啊 比去年同期啊 大幅度成长一倍多 以全年来看 先前有法人的报告预估 可以赚一个股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经济的股价 我觉得现阶段是一个 蛮好的进场时机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在前三天啊 出现了亮缩性的AK压回 然后刚好是撤了 经济的一个月均线 它月均线大概在 129到130这个位置点 那如果你时间周期拉比较长去看 这个月线是经济啊 这个过去这一波以来 很重要的上升轨道 那如果以下半年来看 刚刚谈到10英元件的部分 在5G Wi-Fi 6 甚至Wi-Fi 6E的运用 它是绝对成长的 而且在今年来看 这个毫米波版本的一个手机出货 是持续成长的情况之下 对照3042的经济来讲 我倒觉得是说 这种所谓的瓶盖供应链 有拉回之际 类似我刚刚谈到的逻辑 像台积电联电部分 回测到这种所谓的 箱形区间的下缘 或者是上升轨道的下缘 可能都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鸿海呢 出到了iPhone 鸿海在今天 填锡的状况很漂亮 现在差零点五块钱 就把锡全部都给填回来了 这个诈味甜蜜点到了吗 我觉得一样的逻辑 以一个中长期的布局来看 是绝对可以进场的 当然我觉得它的技术面上 就是不是说所谓的一个 叫做已经是非常强势的形态 但是按照这种所谓大型指标股 在这种所谓有回测相对的 这种底部区 甚至是说前波起掌区的一个位置 其实以中长期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买点 当然我不认为说这个地方就马上有一个V转 去期待它有一个大龙镜 但是我刚刚谈到的 苹果的i13 这次传出没有推迷你版本 那可能都是所谓高界机种 有可能这市场谣传的 但是以目前接单的一个比重来看 红海是最受惠 那当然我觉得不只苹果之外 红海转型切入到电动车领域这一块 我在过去有聊到 这是一个长线的一个 我觉得可以给红海的期待 因为转型切入到电动车的制造 这个所谓的新的蓝海产业 对于整个红海的毛利率来讲 本益比来讲 外资给它的平等 我觉得是证明